世界各国有很多武器装备都是以动物取名的,也有很多特种部队都是以动物取名的,我国就有很多个特种部队是以动物取名的。 今天就来说说,我国几个异动物取名的特种部队,东北蒙古地属于北部战区,主要是人杉训练、位阶架、反架、潜水等科目。 在训练过程中,需要动用飞机和舰船的搭型运输工具,可以结合陆海空三期协同作战,完成探索出立体破袭、特种救援、水下渗透等的任务。 飞龙特种部队成立于1992年,所有队员素质都很高,都具备有各自的专业,协同作战能力很好,武器装备很精良,有21个大类,一共有500多种。 主要是大夫妻局部战争和各种冲突事件中侦察、渗透、邪扰、打击等特殊任务。 猎豹特种部队栖息在西南战区,周围的环境很复杂,有热带丛林、山岳丘林、盆地平原等。 猎豹特种部队平常的训练都在这些复杂的环境中进行,夜外生存能力和野外作战能力都很强,经常执行秘密渗透、袭击破坏、解救人质等任务。 天狼突击队是我国首区一指的反恐特战分队,所有队员每年都要是学历高原、沙漠戈壁、山岳丘林等恶劣的环境中进行残酷的训练,先后攻克30多个反恐训练难题,他们赶飞沿走壁,赶入到山火海,担负着我国反恐的重要使命。 雄鹰特种大队是一支级特种侦察和特种作战,与一体的特种部队,队员们每天除了要进行两侧十公里越野之外,还要进行十个科目的残酷训练,可以执行陆地、海上、空中战旗作战任务。